想真正的贪官到底有多荒淫奢侈吗 江苏省纪委作家丁杰 2014年奉命前往北京 他用两年时间翻看卷宗和贪官的忏悔录 随后他又前往号称中国最神秘的监狱 秦城监狱 在这里他与28名正厅级以上落马高官 面对面彻夜常谈 这些贪官交代的内容让人震惊不已 颠覆认知 随便一例案件都是如今影视业不敢拍的程度 往往一个事情刚讲完 丁杰就会忍不住接着问出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样不停的追问过程中 丁杰写出了一本震惊无数人的反弹记事文学 追问 只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才知道 书中的内容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震撼 这里面有每晚安排五百个情人进行后宫选秀的事理一把手 变态部长爱好收藏少女的私密部位的体毛做成毛笔 一位教育局长居然与一百多名女教师有染 有花费五百万竞标职位的副书记 考虑到收回成本和接下来还要拿更多的钱来运作 竟然让自己的妻子提前退休 开会所 一边服务高官拔柜 一边自己收贿赂 这里还有挥霍一个亿之为和女明星共度一夜的高级领导 还有两亿现金单柴火烧 一箱箱的茅台 当谁倒的高级干部 更有女书记肉身派对团养百名男宠 为了攀附权贵 居然和女儿共同服侍同一位市委书记 真的是每一个故事都刷新了我对荒诞荒淫荒谬的认知 这些在现实中都是有人物原型的啊 只有当你真正的打开了这本书时 才会发现真实的贪官落马前的荒淫奢侈 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 权力到底是春情的春药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有一些人在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是能力超群的精英 而在掌握权力之后却成了腐败分子 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通过看这本书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没有约束的权力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灾难 追问是一部利透职辈的防腐